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 6日被中共开除党籍移送司法调查 其中周永康被控涉泄密罪 疑似于他指使前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 界定中共高层寻找贪腐市政有关 梁克因而被捕 外界抨击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与梁辛范器官 中共日前称要停用死球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 对此 些有专说《大屠杀》的美籍作者葛特曼向媒体表示 这只是安慰西方世界的一种骗局而已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发布世界各地互联网自由度年度报告 称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最差 每天至少有数十万至上百万的中国民众 利用翻墙软体进入海外自由网站 日本媒体报道 包括运九电子侦察机在内的五架中国军机 六日上午到下午 在冲城竹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宫海上空往返飞行 为今年三月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 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